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行 行 行 喂 喂 喂 你哪位啊 千万别出声啊 别出声啊 为啥 喂 小丽啊 喂 干什么呢 回出社了吗 回了 不 还没回呢 那去哪儿了呀 我跟邵仲在一起呢 明天不是要用车送妈吗 我今天就住邵仲家了 想我了吗 那 妈她脚怎么样了呀 这场平台了 翘着脚打呼喽 那我就放心了 我问你 你想我了吗 行 特别响 在背窝子吧 这么大声干什么 干嘛有小声啊 反正妈又听不到 行了 那早点睡吧 睡 你在这儿睡啊 来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谁呀 老婆吧 做贼心虚 你到底是谁呀 我怎么没听子慧提起过你 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是我女朋友 我不做贼 心也不虚 我叫徐天 我呢 我是她的合伙人 合啥伙 合伙开饭店 连锁上市 你大垮啊 白手起家 那为啥要跟她合作 这个 她是诸葛亮出谋划策 我跟邵仲当刘备 负责干活 邵仲 楼下那个 你看到了吧 两个姑娘 一个天天发神经病 欺慕为恶营 一个大晚上的喝得烂醉 是个男孩把她送回来的 肯定不是好姑娘 妈 您别生气啊 送她回来那个男的是我 你怎么会跟她混在一起呢 我 我 我不知道啊 徐天才认识赵思慧 那个姓赵的还算老实 另外那个小姑娘 实在太不像话了 你呀 去找他们算账 去啊 明天明天明天 明天肯定给您解决 明天啊 你们当我没儿子 对 你邻居 这么巧 那都是熟人哪 赵子慧啊 她确实特别有主意 而且又有自信又能干 但是这刘关章 她得三个人啊 要不然你跟底下那少众 刘备 关公 我 张飞 怎么样 那是这样吧 等到明天醒了 你好好做到她思想工作 行 YDH是不是在那个外滩所有那儿 坐三楼 好 谢谢 来 徐天 那个少议 不好意思啊 那个打扰到您了 刚才上去的那个是你啊 你怎么会跟他们混在一起啊 邵仲没跟你说呀 啊 告诉我啊 邵仲上个月回家的时候 跟赵子慧认识的啊 啊 我们才刚认识啊 你怎么没告诉我啊 你在戏袖局 啊 这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解释的 他 我 我明白 这 这 这 也不是特别熟 后来他们就 混到一起去了 我 我都忘了 对对对 来 那个少议啊 你早点休息 我跟邵仲回学校 来 妈 早点休息 门锁好啊 刚回来就走 哎 你说老天爷多像是咱们呀啊 正要创业的时候 给我们送来一个诸葛亮 你凭什么和我妈说 我这是赵子慧 那怎么说呀 那省着你妈问东问西了呗 明天送完我妈 咱们去一趟外山搜狐 干啥 找赵子慧呀 三顾茅庐告诉她 咱们要做什么 咱们就是开饭馆 你怎么弄得跟要打天下似的 就是要打天下 去完高铁站 我要回趟学校 找诸葛亮你单刀附会吧 你去不去 我不去 你去不去 我不去 我去 马上要毕业了好不好 我明天要把学校 那些东西拉回来 天下要打 粮草自重我得先搬回去 我来 他不是 要打完 我是 我来 像私 我来 那边 我来 死了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杀了你的脚都不会有感觉的 妈 下车了别回家啊 直接去医院找淑芬阿姨 上海医院说得那么严重 你不能不信 你陪我回去 那先去车站看看有没有票吧 星期天学校毕业典礼 大不了星期六晚上再赶回来呀 怎么样 舒服吧阿满 舒服 少仲 你去看一看有没有车票 有的话马上帮我买一张 这门的事叫我去做 去吧 我陪少仲去 反正钱在我这里 行 你真打算跟我没写回去啊 有车票 没身份证也走不了啊 那永远别回来了 你说的 那你就见不着我了 行 言成有什么好的 要实现大的梦想 要在大城市 我的梦想 就是嫁给你 一辈子过日子 过日子啊 我年纪轻轻 就过上日子了 你倒是来上海啊 你还给我躲 抱一抱 你给我躲 抱一下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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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是打架呀 还是清热呀 想打架外面出去打 外面宽敞 想清热回去结婚 我给你婚房都准备好了 你们去买车票吧 我去借个轮椅 去吧 票没了 没了 是真的没了 真没了 真没了 那怎么办啊 妈 咱们坐轮椅啊 方便 特别方便 来来来 我还没馋呢 妈你永远都是女金刚 就是 来慢点 哎呀 哎呀 哎 拿到厨师镇 马上回来 我知道了 你急啥呀 我还有句话没说呢 我都知道 你知道个屁你知道 那只死贵的包在车里 把她退了 那小丽孝敬你的 退了钱你花了 不用啊 哦 小丽 来 我们走了 我 我剪票 剪票 谢谢啊 谢谢 麻烦你了 没事 孙二回来 哎 妈 想我记得给我打电话 啊 我才不想你呢 想你呢 走吧 小丽走 一度平 走 走 送我去YDH 你走不走啊 新电话 我昨天就换了 你怎么才发现 真有钱 什么话 就你们富二代 能随时换手机 现在左手六 右手五是潮流 潮流 走吧潮流 去干正事了 我来 我来 吃饭了 迟到吗 秦颖 这都中午了 颜总发火了吗 颜总怎么会跟你发火呢 发火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别看了 去总裁办了 部门的同事啊 都轮流过去问话 刚来了一个执行同事啊 女王一样 你放心 问话呀没轮到你 你迟到了也没人知道 喂 哦 赵子慧 在的在的 好的好的 轮到你了 你们都说什么了 有人一分钟 有人十分钟 这哪说得准啊 够美了 好 来了 我介绍一下 我们部门赵子慧 负责核定项目投资额度 选定战略投资目标 同时也是我的业务助理 我吕倩 巴黎调回来负责上海公司的 我的习惯是事先互相认识一下 省得猜疑 剪调工作效率 我赵子慧 二十六岁 有什么好紧张的 你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 叫你过来主要是了解我 我不想了解你 还是了解一下比较好吧 我三十八岁 离异 目前单身 上海本地人 哈佛商学院毕业 学校贡职六年 外地也续三年 我这个人 平常性格比较专横 当然了 有时候也可以比较随和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 没什么问的 你的资料我看过了 背景不错 稳当扎实 谢谢吕总夸奖 继续努力 同时 做好严总的助手 我会的 对我有问题吗 你可以提 吕总 我想提前去巴黎总部工作 为什么 我在外地也起工作两年了 希望更深入地了解 公司的运作理念 以便以后像吕总一样 更好地为外地也起工作 而且 严总之前也是这么要求的 你要求她去巴黎 是 去巴黎 也不代表你能像我一样 我没有想像吕总一样 只是希望上进 你 刚才我问的事 让你问问题 不是让你提要求 我还不够了解你 以后如果有问题 我会问的 好 那我问问题 吕总 您问 你觉得自己爱YDH吗 爱 道理 我就这几年年轻的时间 已经在YDH投入两年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理由 让我离开 所以我还会再努力一年 第三年如果有想离开的原因 那就意味着我要否定放弃前两年的努力 我觉得没有什么诱惑 比两年最年轻的时间更加珍贵 所以我还会再YDH第三年第四年 青春短暂 付出越多就越不舍 越往后就越知足 我觉得知足就是爱 二十六岁 资料上是真实的 很实际 尽管我不太赞同你对职业的描述 但是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吕总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RD的项目 比通常成本高出十六个点 这点我也觉得很奇怪 据了解是买方成本上浮了 在这里我不讨论具体 我也不会贸然断定一个项目有问题 一周之内给我一份求证清理报告 好的 辛苦了 那吕总 严总 我先出去了 好 干什么 是他吧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的助理 少来这趟 你这么计较 表示你着急想跟我复婚吧 是你想复婚吧 现在还不行 我 赵总会 这是你啊 我 不记得了 昨天在医院电梯里面 昨天晚上你喝大了 是我帮你背上床的 是我帮你背上床的 你 你来干什么 谈业务呀 业务 合伙一起开酒楼啊 我先上班啊 接着公司 来 来 那你们什么时候下班啊 你们总得吃午饭吧 我先上班 我等你啊 激情 拓展业务 热忱 打斗勇武 执着热爱 知之以和 坚定信念 迈向成功 谁的手机 我的 以后五课 手机关锦音 好 各位伙伴们 公司为了激励大家 特地美人 发了一箱饮料 让我们 向新的目标 冲刺 年轻就要 现在拼 来 一人一枪 你疯不疯啊 左一个右一个的 一会儿会给你打过去的 哎 昨天晚上男人把我背到床上的 啊 你的合伙人 你怎么知道 跟我也谈了 哎 我决定加入你们的团伙了 你是诸葛烈 我们刘关张 什么乱七八糟的 谁跟谁合伙啊 这个我合伙啊 你和徐天 我和楼下那个 我们四个啊 合伙干什么 开饭店啊 我答应了 八成是答应了 不然怎么会喝那么多酒 还让人送回家 他叫什么 徐天啊 他可能会去找你啊 已经来了 那你好好跟他聊聊 他有没有买保险啊 我可以给他服务的 你胃还难受吗 头天喝醉了 第二天吃碗热烧面特别好 我请你吃个凉 我给你熟吗 算熟吧 出鞋子楼左拐一百米 米来西餐厅 你到那儿去 中午我去找你 好 那我先过去 子慧 颜总 中午去一趟米来西餐厅 好 好 好 可以点东西了吗 先生 什么时候点 给我来一个汉堡 然后再来一杯水 好 再来一个奶油蘑菇汤 奶油蘑菇汤十分钟不少 好 稍等 好 这点什么 我不饿 我没想到他问你那些问题 我回答他对吗 没什么对不对 昨天该说的都说过了 您找我还说什么 就不能一起吃饭了 不上班的时候在一起 吕总看见了怎么办 我觉得很正常 您当然觉得很正常 我是说吕总看见我怎么办 我爱YDH 我还想在YDH实现人生理想 子慧 何必转得这么清楚呢 是你让我转的 我听你的 你好放心 RD的项目她让你交一份报告 您说这件事啊 您说公事我就放心了 怎么做 报告还是坚持云菇的方案 你抱上去之后 她自然会找我 我跟她谈 明白 她会帮您通融利润的 这样你就别管了 她问我了吗 问什么 我出会议室 她问我了吗 我感觉到 她问了 她知道过去这一年我有人 但我没说是你 为什么 得一事不如赏一事吧 说到底她也是个女人 严总 我还有件私事 想请你帮个忙 你说啊 我奶奶来上海了 能不能去一趟 人际医院 新外科病房 做什么 我奶奶八十三岁 身体一次比一次差 她想看看我男朋友 如果这次她看不到 我怕以后她没机会了 是 假的 十分钟 算帮我忙 我想了想 在上海 除了跟我一起合作的女朋友 真正的熟人 就只有你一个 用她的庆明 看到奶奶我说的什么呀 算了 不为难您了 先走了 喂 子慧 奶油蘑菇汤 给你点的 暖胃 那个 昨天晚上 等会儿再说好吗 喝完这碗汤 瓷 鸥鱼 鸥鱼 来 来 来 胃舒服点吗 昨天晚上 我都跟你说什么了 跟我们说的你三年计划 把我跟邵仲都说服了 邵仲 我同学 你邻居 星期天我们厨师学院毕业 我们两个想在上海创业 开饭店 对不起啊 我的卡 昨天被踢捆机吞了 身上没太多钱 本来应该我结账请客的 还有 昨天晚上 谢谢你送我回家 不用谢 只要你肯入伙 合作双业 没兴趣 不用具体啊 你只要去帮我们规划和监督 你是工商管理硕士 算你干过 你说过的 只要有理想 有计划 一步步实时到位就会成功 我有理想 你会计划 三年计划 一步一个脚印 按照计划努力 目标定得越高越好 多高啊 上市是不太可能了啊 三年三家连锁 高不高 下班以后我到医院 你怎么拿个女帮 刚买的 送给你 把我计划 卸另外一款啊 实货啊 有发表 在包里 灯露火见面里 许天 我床头那张三年计划 你也看到了 我有我的生活轨道 每一天都有目标 没有时间和精力分心做别的 这个包包我喜欢 但以后有钱我会自己买 行 没关系 请诸葛亮还三顾茅庐呢 昨天不算 今天才第一次 第二次什么时候 人生短暂 不能恋战 说得对 上班去吧 你有我的手机号码吗 不接 走了 二宾区十一床 谢谢你 你跟我说实话 徐天是不是根本就不想回言城 也不是 啥叫也不是啊 你就像我的亲生女儿一样 九楼这两年要不是你打理 生意哪会这么好啊 你俩的婚事是早就定了的 他想留上海 自己开角楼 他在上海找个女的还差不多 我不是说现在找 我是说他老这么赖在上海不肯回来 他不找女人 女人还找他呢 那也不能强迫他 你倒是挺能帮他说话的 男人有事业心是好事啊 家里的九楼就是事业 他脾气酱 他不想做的事情逼着他做 万一他会 他真会怎样 他敢造反呢 要回去了吗 好 走啊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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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还在外滩搜后 这么久啊 刚谈完 不过没答应 为啥不答应啊 多好的事情啊 是吧 我不走了 等他下班了找他谈第二次 谈不完的话我就跟他回同府礼 他同府那个四川妹子挺积极的 你应外喝我就不信他不答应 行 我正收拾东西回家呢 大事要和你一起谈啊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您怎么挂了 战线 那再打回去啊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您把电话给我 别骂他 越骂他越不听 最后人都见不到 你放心 我不骂他 我自己儿子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他 你给我吧 他打过来了 喂 你还知道打电话呀 妈 你别生气了嘛 到家了吗 我到了 脚看了没啊 我看了 你淑风阿姨说没什么事 亏了我回来看了 那我就放心了 你吃中饭了吗 吃了 汉堡包 逛钱水 你看看你 自己家是开酒楼的 你自己又有厨师证 你吃饭吃汉堡 我星期天毕业的 才能拿到厨师证呢 拿到再说吧 厨师证你给我带回来啊 我要装个筐 挂到酒楼里的 挂他干啥呀 酒店的坤师傅 二级厨师 比我资质高 那坤师傅是我儿子呀 行行行行 行 带回去 那星期一 那定了 行 星期一好吧 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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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听见了 现在的年轻人啊 都觉得除了家哪儿 都是最好的 非要到外面吃一堆苦 碰一鼻子灰才知道 原来家才是最好的 我自己儿子 我能让他走弯路吗 酱牛 摁头 强喝水 喝到嘴里他就知道钱了 还有三千 星期一徐天回来 就到酒楼 我们当场结婚 你又要去看 阿姨 得正式改口叫妈了啊 星期一酒楼歇业 我们现在就发请庭 喝完喜酒进洞房 我看她还舍得走 把心放在肚子里 一会儿跟我去酒楼安排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刀总好 刀总好 房医生的人呢 刚走 刀总 最近几天你就别操心了 恭喜 坤师傅 你是不是接过婚案 接过 离了 离了 为什么 我要到大城市工作 老婆和老家做木匠的好 你要去上海 我不去上海 那你说大城市 这 这严惩还不够大 后悔了 这有时候想想的 是挺后悔的 但留在大城市里的 有更好的机会 什么机会 什么机会都有 这说不定 我还能讨个城里的媳妇呢 你快忙吧 好 喂 小丽 你干什么呢 我在等人呢 等谁呢 我不跟你说了 我心烦 想和你来聊天 我晚上跟你说 照顾好我妈的脚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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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点都没追上 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医院 你从里没事做啊 游位去碰见诸葛亮之前 不是也没事干吗 怎么 你要当皇帝啊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完全不可能 为什么换鞋啊 不换 挤不上地铁 那干脆穿平地儿鞋就好了 不礼貌 那你可以在办公室 把鞋换好 写字楼到地铁不过才一站路 这一站路不漂亮 那你等于下了地铁之后 再换上高手鞋再回家 对啊 到家再换回平地 多麻烦啊 高跟鞋为了漂亮和尊重职业 平地鞋为了提高交通效率 防止受伤 不能下麻烦妥协 一妥协慢慢从此就平地鞋了 不漂亮升职加薪 莫名其妙与我无关 除了走到哪儿都是高跟鞋 挤车扭伤进医院 务工几价 还要支出医药费 升职加薪 名正言顺也与我无关 人生要从细处安排 失败的根源 往往处在细小的地方 你说你给五百强打工 目标不过就是公司的股东 太可惜了 跟你一起做 最终目标不还是个股东 我这个股东马上就是 一开始就是股东 这个包 这包给你 我女朋友啊 不喜欢 拿什么 给你女朋友药 而且我没钱 她不喜欢 我没钱 可以分期付款啊 怎么付 根据你每个月不可预见的交机费的额度 随意之风 怎么样 有诚心嘛 二公毛足 我先走了 赵子会 赵子会 帮我拿好啊 给你 拿住啊 不要 快拿走 小医生 小医生 也可以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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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